日本史上的奇耻大乳事件,被迫把一块土地还给中国。 近代日本,有一起最以逆为耻的事件,不是二战投降,那是战败这理所当然,否则就亡国灭众,更不是被美国的黑船来袭,那是打开国门的好事。 日本人最耿耿于怀的,是被逼把一块土地还给了中国,三国干涉海辽事件。 图,辽东半岛还附条约。 这件我们中学历史课本里一笔带过的事,其实内幕和影响颇为复杂深远。 甲午战争,老朽的清朝被新兴的日本打败,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,条约中规定,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。 辽东半岛,又称旅大半岛,是中国第二大半岛,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,是一块宝地,尤其是旅顺、大连为国际上著名的不动港。 按当时终日划定的割让范围,包括旅顺、大连、安山、海城、辽阳在内的整个辽宁南部,都将永久割让给日本。 图,辽东半岛割地范围图。 日本人寄于这块宝地已久,可想而知这份得意,但没高兴多久,1895年4月17日,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,俄国人率先发难。 俄国一向对东北,屡大虎视眈眈,岂能容日本人独吞这块肥肉。 俄国纠结了同样不满日本一家独大的德国和法国,组成了三国同盟,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, 今日本国各战辽东,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、北京,之余,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, 有爱维持远东之和平,故今劝玉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。 这封劝告被忘书,限定日本在15日之内答复。 图,三国干涉十一图。 俄国公使警告日本外务次官林董,当时日本外向陆澳生病,说,日本要是不放弃,俄国一定会出兵干涉。 德国公使更是赤裸裸地恫吓说,日本必须让步,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。 图,俄国人的大炮是最好的盘盘武器。警告并非口头恫吓,而是毫不含糊的辅助军事手段。 俄国沙皇下令远东的俄军军舰昼夜生活,西伯利亚征召了五万兵力,随时准备出动,德皇威廉二世则派遣一艘装甲巡洋舰开赴远东,威慑日本。 日本人不放弃,三国就联合起来干你。二,日本很生气,很虚辱。 甲午战争日本是战胜国,在日本人看来,大清割让的领土是日本士兵流血换来的,是天经地义的。 但衡里杀过来三个流氓国家,非逼他把盗嘴的肥肉吐出来,这不是岂有死理吗? 图,日本人所惠三国干涉图。 日本紧急召开预前会议,四个人出席,明治天皇,首相一鹏博文,陆军大臣山县有鹏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。 一鹏首先问,与三国开仗是否有把握? 讨论的结果是显然的,日本刚刚和清朝打了八个月,精疲力尽,军舰都带伤。 一旦和三国交战,肯定凶多吉少,甚至日本舰队只和强大的俄国舰队相比也不是对手。 图,明治天皇像。此后日本还做了一次挣扎,想拉拢英国帮忙。 但乐于做山官虎斗的英国人回答道,英国对日本抱有罪诚赌之友情,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。 因此不能因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。 无奈,日本人喊泪吞下了苦果,向三国提交复文,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,得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,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。 图,伊藤不文相。 但是,日本人对中国毫不留情,提出了一亿白银的补偿赎金,后减至三千万两。 从性质上说,三国干涉是狗咬狗,没有哪个是诚心帮中国。 但从结果上来说,终究没让辽东半岛遭受永久割让,否则像台湾那样沦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,后果不堪设想。 对中国而言,这是一次意外的外交胜利,两个最凶恶的邻国互私,却让中国一块土地失而复得。 如果你了解日本人,就知道这件事对他们的莫大羞辱感。 明智天皇在三国干涉海辽后,曾对陈下说,此次战争是我们了解了当地的地理人情。 不久的将来,可以期望在朝鲜或其他地区重新开战,那时再去辽东不迟。 图,卧薪尝胆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成语之一。 日本人很记仇,从此对俄国恨之入骨,自笔勾建,举国卧薪尝胆,用大清的赔偿发展教育、工业,组建新式舰队,把俄国作为假想敌,一心复仇。 终于,十年后的日俄战争,日本打败了俄国。 同时,一战中也毫不手软地攻占了德国人占据的青岛,算是报了当年的一件之仇。 图,日本为何最恨俄国?从这件事开始。 对三国干涉中日本遭受的屈辱,明治天皇的孙子昭和天皇念念不忘。 二战中,昭和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中说了五个字,震隐忍已久。 而在战争末期被迫决定投降时,他再次提及此事,对陈下说,震身身体会到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中的屈辱。 图,昭和天皇相。这起事件中的野心,屈辱和隐忍,或可窥见日本人的隐秘逻辑之一般。 参考资料,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,日本帝国衰亡史,天皇与日本的侵华战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